好 歡迎回來 這一站我們要帶大家 來了解一下 美國總統的選情 就牽動到全世界的經濟變化 來有請蔡總 我們來看看 這個狂人川普 大家形容他說 他剛那時候出來選的時候 大家以為他來亂的 結果沒有想到 這個感覺好像 他的實力越來越堅強 而且他越來越贏得 美國選民的心 我們今天來好好聊聊他 這個過去在商場上 大家認為他一個商場 很傳奇的人物 他從負債90億 可以到他現在身價百億 那現在在政壇 大家也會說 這個人也好不簡單 因為我們來看到 之前大家還想說 他應該不會被提名吧 大家只是笑話一裝好玩 聊聊 結果沒有想到 他現在應該確定要被提名 而且這個是最新 在5月2號最新的 一個民調數字 共和黨提名的川普 他41%的支持度 跟誰比 跟希拉蕊比 希拉蕊只有39%的支持度 黃金交叉 他居然勝過他 對 從去年大概10月份以來 所有的民調都顯示 希拉蕊以顯著的差距 引擎的川普 所以如同自己講的 川普你來亂 但沒想到這是5月2號 首度對川普的民調來講 是黃金交叉 超越了希拉蕊 41%對39% 並且他已經篤定 可以拿下7月份 共和黨黨代表的提名 因為這個黨內當中 排名第二的競爭者 克魯之內 已經在上個禮拜宣布了退選 退選 所以現在真的就是 我們的川普對上希拉蕊 好 既然民調數字 他已經領先 今天蔡總好好 幫我們聊聊川普這個人 我們來看到 他其實很傳奇 而且他小時候 就是那種太過聰明 很難管教的小孩 對不對 對 這個小孩 小孩子的時候 非常的玩烈 玩烈 父母管不動他 管不動怎麼辦 送到軍校 所以他是唸軍校出來的 對 他去唸軍校 希望把他的行為 這個管教好一點 結果 但他多厲害 川普的腦筋 非常的聰明 後來他去讀什麼 美國最好的商業學院 賓州大學 華頓商學院 那個唸商的 大家認為從華頓出來的 賓州大學 厲害 哇 很厲害 是 他畢業 所以顯示他 這個腦筋 很聰明 真的很聰明 而且 原本就是一個 做生意的腦筋 真的 他這叫什麼 房地產 對 房地產 那個紐約第五大樓 川普大樓 川普大樓 對 還有他去造證 造證 整個社區造證 對 然後推銷自己 推銷自己以後 那有錢人 大家就這樣 形成一個聚落 對 把他房價炒高 然後就又去開賭場 又去開飯店 開飯店 那做人當然很奢華 對 而且 他很高調 這個人很喜歡秀 你看不是有NBC那個實境秀 對 誰是接班人 我以前好喜歡看 對 他最經典的那個slogan 對 他就會指著人家比 又要FIRE 你要被開除了 對 好 那名利雙收 那時候他出任 這個一集都是百萬美金 百萬美金 一定這麼有錢 還要賺這個主持費 一百萬美金 而且每次都在POMO自己 POMO自己以後 上了電視打出知名度了以後 還發行川普信用卡 連川普礦潛水 他的錢都要賺 什麼都賺 他真的頭腦很好 而且他很碰瘋 他一直講說 我的身價一百億美金 結果到底沒有 那就三千多億台幣 對 那去年的戶比是 把他砍一半 只有四十五億美金 四十五億美金已經排在 全美第三百多人的最有錢的 已經是夠厲害 好厲害對不對 那我們再來看看 他這個最有名的那句話 又要FIRE 他說等他當選之後 他第一個要FIRE 這是誰 葉倫 對啊 看到這個大家傻眼 聯總會主席 照道理 是一個獨立的機構 獨立的首長 而且葉倫的任期到2018年 他把人家說我要FIRE他 但是川普已經接受媒體 講了很多次 對 他說他反對美國 這個過於印鈔票 對 就批評這個葉倫 也是葉倫 對 然後認為這個滴滴滴 這個要升息 他也有意見 對 然後有時候他的 我不覺得他 我覺得他有時候自相矛盾 他反對太強勢的美元 對 但是你假如把葉倫開除掉了以後 美元就狂飆 因為你換來一個一定比較鷹派的 對 不可能像葉倫這麼鴿派的 對 所以他很多的論點其實是抵觸的 難怪經濟學員說如果他當選會是全世界十大經濟風險 排在第六 這是年初 對 經濟學員列舉了2016 全球十大經濟風險 這排名第六還比英國脫歐 排得前面 排得更嚴重 黑天鵝排行榜 他排在第六名 對不對 那這個影響很大 因為這個投票是在11月8號 今年的11月8號要投 在這個11月8號要投票之前的話 萬一川普的聲勢漸漸上來 因為有時候是動態的嘛 萬一希拉魯也換什麼錯 有可能換錯啊 對 希拉魯換錯啊 換錯啊 而且川普這一次很多的政見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政見 某種程度可以打動美國中低階層的人 不管有錢 你比亞蓋茨最有錢 但是我是一個藍女階級 我們在投美國大選的時候 一人都一票 對不對 對 他說什麼 要對中國跟印度課很高的這個關稅 對 這一句話 有時候對美國的人來講 聽到這麼爽的 真的啊 但是他沒有 沒有去這個仔細的思考 假如要把調高關稅的話 這個中國跟印度 本來的產品賣到美國很便宜 你調高關稅 調25% 調45% 你的變貴會帶動美國的通衡 物價上漲 對美國的消費者不見是利多 但他們不會想啦 不會想那麼多 你發送的就好 還有停止產業的外包 叫美國企業全部都回去 對 對 這個美國生產 對 那這個也會增加工作機會 美國民眾也很爽 對 還有提升基礎建設 造橋坡路 對 其實美國除了高鐵以外 其他基礎建設已經夠好 已經夠好了 真的好 還有改善移民的這個政策 甚至要把墨西哥人趕走 對 墨西哥人趕走 美國全部停止運作 美國的基層的工作 像打掃庭院的 做那個勞力的 都是墨西哥人 但是他反正講了一些話 所以有人說 最後你是為自己 對耶 對不對 對 不過他當選了之後 我們台股當中有一些概念股 我們趕快先來了解一下 好 當然提升內需 我覺得本一筆 我們挑比較低的來講 對 賺錢 對不對 這個沒蓋股 對 這個是美國概念股 房地產的概念股 對 聚庭只有八倍 哇 對不對 對 立肯只有什麼 九倍 喬村 低進的EPS很好 這個都跟房地產有相關的 然後像這個福星做鎖的 只有十倍 對 所以人家想說 美國的總統怎麼都這樣 就像當年那個共和黨的小布希 沒事去打伊拉克 後來國際油價不是漲了 對 最後大家恍然到 哎呦 他們家族就賣油的 你們不是德州家族嗎 小布希他們家族 就是做石油的 原來如此 最後社會是他們 真的 但我們這個方向早就找到了 一些川普概念股 給大家做參考 好 那麼再來我們有請永明哥 來幫我們選選股 這個剛剛永明哥說 接下來要看一個反彈 那彈到哪裡 這個不曉得 暫時不曉得 但是反正會談 來怎麼選股 我這個假日其實就已經開始 就把一千多檔的股票 認真看 真的很分分別 來看 因為有些記憶報知道 有些記憶報不知道 那純粹就是用位置的高低 然後配合技術面的一些法則 那我剛剛之前提到的 一個是太陽能跟這個瓶蓋股 這是一個比較完整的族群 那現在的話 當然不是每一個族群都舉得了 這麼多的股票 對 所以我們就某一些角度來講 520很可能是一個未來政策要改變的方向 那在520之前 比如說新政府有沒有支持文創 IC設計會不會解禁 這個地方 然後環保的一個議題 然後再加上車電本來就是一個全世界的趨勢 所以我從這個比較大的範疇裡面 去貂裡面的相對強勢股 那這裡不要長太多的 長太多一定都被我剃掉 因為這個都有補疊的疑慮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像有一些股票 它籌碼比較安定的 這個可以納入考量 比如說文創的VHQ 因為我今天有看到了這個熱市 就是很多的中國大陸的藝人 又去入股那個熱市的部分 我就覺得說其實像中國的電影 跟中國電影的後製 這種東西這種趨勢一定會好 對 所以文創這種東西的話 它目前還是有調成本益比的空間 今年可以大概賺到6塊 對 今年賺到6塊 它這樣本益比也30倍 也30倍喔 所以文創股來講 這個還是一個新的概念 這個就好像兩年前三年前的生計 或者是10年前的IC設計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個股價的結構還是好的 那當然如果各位比較害怕 這個股票漲多的話 我們回頭可以去看少數 真的在電商這一塊 有做到電視媒體的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什麼電視股市的節目 如果它本身有一檔股票 對不對 那這個也是一個蠻稀奇的東西 那電視購物本身是一個股票 那我們就是 當然東森不算 東森不純 我們純粹以富八美來講的話 那個未來很有電商 電商的概念 那這個的結構是好的 這之前我也跟各位介紹過 那再來雨沾的話 是最近相對比較強勢的IC設計股 這個IC股 那各位可以去看 它的整體的結構來講是怎麼樣 是整理要往上的格局 對 那北一筆我都幫大家查過 那偽權店的話 它第一季賺0.08 是因為吃掉了一些匯對損失 否則它應該會更好 那今天的一個股價有點短線來徹底 我們不要看季線 導播可能再補一條年線的話 對 它的一個股價就是在年線這個塊 其實這個地方應該接近滿足點 那一個坡型再往下走 我們先不要論它有大行情 先說它會不會反彈 那這個地方的索碼量已經出現 最近跌都沒有量 所以比較不用擔心 OK 這安全 對 可寧衛 那可寧衛的話 是今天早上 剛公佈季報的一檔公司 那3.55其實算不錯 重點是我是看好它 未來在第二季裡面 它的營收 從5月 6月 7月 這三個月它的營收 狀況都是好的 對 那它是做垃圾的資源回收的公司 那這個是比較特殊的領域 我們就可以給它高一點的本益比 那車電這裡面的話 當然從機車的陰瑞 然後到這個電池裡面的高力 長遠跟立凱 這個我們之前都介紹過 對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高力的部分 好 那之前也跟志余有聊過 就是說在整理的過程中 你看最近大盤疊最兇的狀況裡面 它開始默默的開始上來 對 所以這個也可以開始留意 好 非常謝謝永明哥 那麼這幫我們挑到了一些 這個比較這個分門別類 這沒有一個整個族群 但是在一個類別當中 都有幾檔個股給大家做參考 我們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來要幫您解決您的吃股問題 謝謝 謝謝 第一个地下 我们更开心 也让我们更靠近 加入重拾笑容行动 买一包EXTRA 捐款帮助儿福联盟 EXTRA 重拾美好笑容 厉严酸痛水性贴布 男人的黑暗 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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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C 妈 每逢佳节被撕清 母亲月就要让小厨师 陪您开心一整个月 小厨师慢食面 LG G5 WATCH MENO WATCH MENO WATCH MENO 玩叛多 乐趣多更多 LG G5 酷万杀其极客行动 搭配台湾大哥大针4G LG G5 独享环境摄影机加价格 驾中风 会爱通 会流未通 就是火炉 火库 红漆 火爱通 把你穿火油 红火炉 红定head up 让我们健康万事通 红漆 火爱通 装潢新家 不用设计费 爱飞尔免费设计 3D绘图 爱飞尔室内设计 装潢你的家 五穷六绝 多空难辨 善用工具做个旗鼓达人 全面量化 中建安与您有约 5月14号台北台中 5月15 抖流高雄 02 2506 6808 2506 6808 防张系统柜 无独轻装潢 满15万 送专利先床 爱飞尔系统家具 装潢你的家 爱呵护着你 现在你能感受新的爱意 新帮宝式特级绵柔 帮助均匀分散尿湿 到三条神奇通道 并让空气自由流动 带来会呼吸的感爽 全新帮宝式特级绵柔 欢迎回来 我们要在这里 有请永明哥 这观众朋友要问双帮 双帮的后世如何 对 今天涨停板 对 那我会想如果不问股价 不问技术面 单纯论这个公司的 影运状况来讲的话 它状况是好的 因为它第一季赚1.13 PU数值嘛 那这个本身就是用在 奥运的一个鞋子 但是如果把股价 加进去的话 我要提醒大家 短线没差 因为今天是用吃奶的力量 去锁涨停 所以它这种短线爆量的股票 短线都是要上 但是这种东西 对中线来讲 可大好可大坏 因为如果你筹码安定 你不需要用到这么多的量 对不对 除非你很够实力 把所有的筹码洗过一轮 所以短线是会偏上 但是如果中线的话 一定要去追踪筹码 但是公司影运 基本上是好的 好 那再来一个朋友 问志源 它套在44块 怎么办 我建议反弹要出 因为第一个 第一季只赚0.3 真的不多 第二个投信在弃养 那这个一弃养 就是到6月底了 中间就不太会去 捡回来的这个机会 对 那这次还会弹吗 市区整体的概念是 如果破传又有三寸钉 就是再弱的股票 短线管理大的都会弹 但是弹起来要记得 而且是行进间的弹 有时候不见得是日线的弹 是小时线的弹 对 跟盘中弹一下这样 对盘中弹一下 这种都其实应该要 站在减码的角度 快闪 好 来我们看同亨 同亨怎么看 同亨状况也是中性 0.77 那我觉得Apple Pay 这个事情一直虚弦的 对它有影响 那股价当然不是像 资源一样急跌 是盘跌 那看法上来讲的话 还不到它涨的时候 那因为还有别的股票 可以做反弹坡 我建议这个股票也可以测 可以换 巨洋 他问巨洋会不会回到 它的200块 我认为机会有 我对瓶盖或者是 当然是对某一部分 有逆取的瓶盖 跟对美国内需的 像纺织 Home Depot概念国是看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报场 应该没有问题 好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那么在待会 爸爸健康有方 今天我们亚方姐要告诉大家 食物要怎么挑呢 黑色跟白色 你要记得挑黑色 黑色的食物 有句话说这个 见黑三分布 黑豆就比黄豆好 乌骨鸡又比白肉鸡好 所以食物要怎么挑怎么选 待会节目内容当中 要告诉大家 那么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见了 拜拜